大家好 我是武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很抽到不知得了 除了有這個蔡天鋒案之外 還有一宗真是全球轟動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蔡天鋒案還有事情更新 天路人怨 內媒估計 這些傲子 疑犯 應該都會輕判 他們內地人看這些案件 因為他們一發生這些事就死刑了 但是這次兇手看穿香港法律的漏洞 是無限寬容這些人做這些事的 他們怎麼看得到輕判呢 真的要研究一下 另外有什麼大件事呢 超大件事 國家乒乓球名將張繼科 他賣了女兒的私密照 那女兒很出名的 叫景田 景田我估計他都是那些帶之入祖的 一出來是做女主角 肯定是有料到的 這次大件事 他竟然拿照片來抵債 那些照片暫時在網上還沒看 不過這個行為死得了 多個品牌極速割席 官方發聲驗查真相 另外上海華山醫院醫生親手搗亂的老婆 因為家裡的小事 讀這麼多書 竟然做蠢豬 另外內地的動物園 推出懸賞令 和五隻老虎一起住 每個小時可以有10萬元 被民眾狠批的 你也瘋了 和五隻老虎一起住10萬元 我讓你躺進去 他說不怕 我平時威開他 我淋一桶血才讓你進去 你也瘋了 另外看到蔡英文決定訪問美國官員 遭中方猛烈的評擊 兩岸局勢 風雲色變 不要搞事 不過不要緊 說了幾十年應該沒事的 我們將詳細內容交給OK仔 謝謝大家大家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內地的新聞 內地新聞方面就發現到 很多比較強勁大的新聞 其中蔡天鳳這宗案件 有內地的媒體專家 就說到說 他們就著這件事件 也發生了40天 他們非常一個問號質疑 為什麼 在香港 就著這些叫做恐怖的仇殺案也好 情殺也好 什麼殺也好 總之就是 兇殺案 這種叫做 兇案 不能夠 就是叫做 殺人償命 或者叫做殺人填命 他們覺得 理論上 應該 起碼都要一命賠一命 他們覺得為什麼這些兇案在香港 都是叫做無限寬容 他們對這件事件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當然也說到 現在 有位證人 保安員 出來 他們就說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員 看看內地的媒體 怎麼分析蔡天鳳這件案件呢 因為說到說 廢除了死刑 在他們眼中 在內地人眼中 覺得是不應該的 因為說到中國人 有句說話 就叫做殺人填命 欠債還錢 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 廢除了死刑 這件事件也引起熱議的 因為當時香港 很久之前 就有超過八成幾人 反對 即是叫做 廢除死刑 他們覺得 不應該 沒有了這件事 因為重想 不是重想 自亂勢 用重點 這個說法 有人就覺得 幾時都對 去哪裏都對 有人就說 這些起碼都叫做殺一警白 當然 等同那些強姦犯 你不陷阱他 或者你不想辦法 不要說折磨 受到一種 非常大的懲罰 令到他真的不能回身 那些人就會害怕 因為始終人心可為 這件事也是 當然 現在內地媒體就覺得 就著這件事 採天鋒這件案 掀起內地 對香港這個 恢復死刑的狂潮 因為他們覺得 就算你怎樣判也好 正義 都是得不到 這個新章出來的 就說 有些人渣 就是這麼藐視這個法律 因為這個就是 本身一個法治的漏洞 好了 就說 這件事件 他們有專家 都質疑幾個 就是這件事件的推斷 或者他的推進 就說 第一件事就是 關於有位保安 他說 內地媒體說 有位保安 親眼看見案發現 現場抗球和抗港治父子的身影 好了 這件事件 就說 就算有 重要證人出現 哪怕 他是什麼人都好 就算你能夠指證到 抗氏父子 真的有做這些事件 按照正常的法律審訊 他們都覺得頂磅都是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真是不足以平民分 但是內地媒體 或者內地專家 都覺得 那又有什麼辦法 你沒有辦法 法律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 應該恢復死刑 不打把 都應該 至少都吊頸之類 你連藤都沒有fit 真是 所以你說內地媒體 為什麽會說 那麽好像不強 因為始終你對一個女生 女士 下毒手而說 手段是非常之惡劣 你看一下 頑固一下 你看外國那些 你打藤 打藤那些是非常之恐怖 很可怕 我記得香港有打藤 我記得 那麽起碼有些人都會害怕 妳那些強姦犯 那些都不敢胡來 你真的被遷就 你真是死人 會適得你 要嗎 就去那些劇 上到公堂 這樣被人打 被那些庭帳 一直誣到屁股都爛了 那麽起碼都有這些 你不是的 終身監禁 你沒有人生自由一輩子 但是你依然 很舒服的 他們在眼中坐牢 有些人坐一輩子慢慢習慣了監獄生活 你就當在監獄是另一個世界 人們飽受煎熬 被你下毒手 那種痛苦 然後你做過的事件 非常之甚麼 又怎樣呢? 你運了一輩子 養了一輩子 還要養他們 有沒有搞錯? 有人覺得這件事是絕對不公平的 除了說完這件事之後 也有人覺得 內地的媒體就是 反過來想一下 蔡天鳳的錢是怎樣來的 因為她18歲就開始生孩子 她哪有時間賺錢 內地媒體是這樣寫的 蔡天鳳18歲就開始生孩子 由懷孕到生孩子到坐月 就說要花六年以上 她哪有時間賺錢呢 再加上她成立了一個動物慈善組織 八年 她每年投入了一千萬 她說這段時間按照道理 她一定是在大肚生孩子的時候 經歷了這段時間 她說 一個孕婦和動物貓貓狗狗是不能親密接觸的 不一定的 所以她覺得 各方面的資金流都有難以 磨一面 所以為什麼說那麼多媒體 各方面的媒體都指向所謂的洗錢的方向 因為香港人慣用的借錢買樓 借錢做生意 說到 這件事也是非常常見 當然現在說到懷疑 沒有實質證據 因為說到 你 剛才說到 蔡天鵬的那一部分 那個動物慈善 每年投入那麼多錢 那些錢在哪裏 生出來 另一件事就是關於在國內註冊那家公司的7000萬在哪裏 另外一個項目就是 當年曠港智因為詐騙500萬都被通緝 有人就覺得 為什麼蔡天鵬好像 沒有出手幫忙呢 鄺港智究竟有沒有叫蔡天鵬叫他幫忙找數呢 如果沒有又或者覺得蔡天鵬根本不肯幫的時候 又為什麼蔡天鵬又願意將這家7000萬豪宅掛在 礦球的牌頭上 所以這些道理都是有理說不清的 很QK 當然 你說 這些可能是哪件事前因或者後果 反過來 我當你說蔡天鵬先掛牌 就是礦球掛牌 買樓 然後轉過頭 礦港智 做了很多壞事 他應該立刻 那時候應該不對勁 應該要 抽起家屋 沒理由等到現在才是 那當然這個都是一個不明的 都是一個 問號來的 那當然有人就覺得 其實 內地媒體 去到這個位置 就算你怎麼推理都好 有一個非常 都 很明白的事理就是 其實可能幾家人都是有互相相識互相交往 是真心的 那真的是 是不是真心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有人就覺得 蔡天鵬在這個關係 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人 為什麼可能有人就吹噓到互相利用又盛盛 但是無論如何 這件事都是一個悲劇源頭 源於一個叫共同遷路 為什麼遷路有人就覺得 源於悲劇 那你 反過來就這樣說 悲劇源於千號都可以 是不是 說到有些 我不喜歡他 然後就把他反射了 另一件事 都一樣 但是會不會去到那麼嚴重呢 我就是 不清楚了 當然 你說 一萬種推論也好 十萬種推論也好 你去到 五月 這個五月頭 那個審訊究竟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都是需要等的 當然 內媒又覺得 你最嚴重的都是終身監禁 他們都覺得對蔡天鵬來說都是一個不公平的 他們這樣寫 對於人渣家庭 確實是得意亡刑 有志無恐 這件事他們覺得是真的要恢復死刑 甚至乎是否應該為了這件案 如果最後判決 真的有人被判 有罪 罪名成立是否應該特別恢復一些非常重的刑法 去撿一撿他們 不知道大家 認不認同 但是 我又不可以因為這樣 就這件事 為了特別他 而恢復死刑一單半單 整件事都搞不定 法律就是法律 你一定要經過 修改 經過一定 既定的程序去處理 是的 如果最後判了出來 真的有罪 終身監禁 甚至乎 量刑點是終身 不知道有什麼判 導致他可以減刑期的話 我相信 震撼 還是會非常大 所以現在內地媒體都會覺得質疑 香港 這個位置上面 就是殺人填命 這一方面 就好像做不足了 不知道你們又認不認同 說完這件事件之後 也跟大家跟進一下在內地 另一個非常之 大的新聞 就是 一位前 運動員 前乒乓球世界冠軍 張繼科 涉嫌 賣錢旅友 景田的私物照 去抵償債務一事 在內地 各方的媒體 都現在在炒熱 他 真的非常之恐怖 因為說到 竟然 一位 世界冠軍 連收入 曾經 六千萬 現在竟然涉及 巨債的一事 當中有很多媒體 發酵 內地媒體說他懂得玩 跟這些女星 網紅弱炮還不夠 在澳門叫雞還要找外圍人 找數 就這樣說 我們首先看看這件事是怎樣 剛才說到這位 世界冠軍 乒乓球 前世界冠軍 張繼科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 說他連收入曾經高達 六千萬元人民幣 現在這件事件爆出來之後 被多個品牌割蓄 說他損失慘重 他本身擁有大量粉絲 商業價值一直在行內 他明列前茅的 因為他在2016年 李約奧運會之後就爆紅 當時他代言了很多品牌 說到屬於中國體壇富豪榜當中 彭第二 僅次於孫陽 這件事件繼續發酵 說到 出賣自己的前女朋友 上這件事件 連 中央政法委在微信公眾號都說 看看是不是有人 犯法 有人造謠 有人混水摸魚 因為這件事件 都非常 引人 熱意 這件事件 開頭 在內地發酵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吹噓 打算自己搞不定 拿這些 填上 拿給債主 打算抵債 這件事件 這個話題 引起大家熱意 好了 現在內地媒體就說到非常誇張 炒得熱烘烘烘 身為一個奧運冠軍 曾經被人 即是說 足以寫入冰冰史上 中國冰冰球史上的男人 就覺得他為何會做出這些 這麼糟糕的行為呢 這件事件引起很多人的質疑 因為在內地媒體 丟了出來 有些借錢的合同 打了手指毛 又說借500萬人民幣 打了印仔 簽了名字 覺得他為何 欠債累累 之前 他們的公司經理人就說 沒有 沒有欠人錢 沒有借過人錢 這些全部都是 說吹水的 打算起訴一些媒體 但是你看到那些網民 或者爆料者 就不停在那裏爆 投資訊出來 開頭 很算的就說 律師又發聲明 工作室又發聲明 親自否認一切 好了 內地媒體就說 當 真的爆料人 拿了一張貼單出來的時候 就立即收聲了 就說這件事件 跟上年 李某峰案件 何其相似 這種情願就是爆料 否認 起訴 然後繼續打 然後就 道歉 解約 後來就收盪 這件事件 內地媒體就繼續爆料 當然 很多品牌都已經將它 相繼下架 說到這位前世界冠軍 乒乓球世界冠軍 涉嫌參與賭博欠錢的事情越鬧越大 原來說到有網友發現他不是第一次 他說 因為這位張繼科 就不單止在國內丟臉 連國外都領導 因為說到有德國媒體報道 他2015年3月中國乒乓球隊在德國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被發現 曾經 偷偷走了 酒店 跟一群身份不明的人 離開 原來就在當地 在一個小賭場 就是說他爛賭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小賭移情大賭亂性 你說 內地網民都覺得你本身去了別人 國家人家的合法賭場賭錢 就沒什麼 但是 張繼科本身不是這樣的 因為2004年 在16歲的他就開始參加賭錢 輸錢心態之後就崩潰了 甚至做出一些逃離比賽和乒乓球隊的事 因為這樣就被人踢了出國家隊 調到省隊 直到2006年再拿回 全國優秀青少年 比賽單打冠軍 全國錦標賽打上八強 才被重申 徵召入國家隊 這件事更加越來越多人就爆料了 你說 有沒有搞錯呢 當然 你說 你跟前女朋友之間那些 你這樣想 是不是 你沒理由把人家這樣爆出來的嘛 是不是 這件事件都引起 很多人就看得到 真是呆了 一個人為什麼可以為了錢 這麼離譜的呢 他女朋友 都在一個 內地的娛樂圈裏面 都非常之 出名的嘛 你這樣去搞 真是陰功了 人家還能收拾 現在很多黑幕就爆了出來 現在連中央 官方媒體都說要 嚴查了 看看 怎麼辦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內地 津義街道 冰泊 成河 這麼誇張 武漢暴雨 一秒 天黑 天氣突然間 跑變 無端端 很好天氣 突然就黑了烏雲密暴 就著這件事件 這些 冬天和春天交接的期間 特別出現這些天氣 中央氣象台也說到 強對流的天氣將會在貴州 湖北 湖南 重慶 廣西等 出現短暫的強降雨 更加出現 狂風雷暴 哇 真的非常嚇壞人了 因為突然之間 落一大股的冰雹 就嚇壞了 講完這件事件之後 亦都跟大家說一下 在內地因為矛盾 掀死了自己的老婆 這則新聞也是非常熱意的 在上海華山醫院 一位姓周的醫生 近日在家裏和一位姓徐的護士老婆 發生糾紛 兩個人都是 行醫 做醫院的工作 竟然這位醫生憤怒之下 掀死 對方 掀死對方 不停掀死了 這件事件 警方接報到場 將這位醫生 拘捕了 為什麼會無端端 那麼激氣 掀死呢 有人就覺得 是不是老婆 出軌 還是前財矛盾 根據內地媒體 這樣說 不是 原來是因為一些 瑣碎事 家庭瑣碎事 真是引起殺機 這件事件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不是 當然 沒有得說 內地媒體就覺得 竟然一個 醫生 專業的人士 都會做出這些事情 沒有樣子看 真的沒有樣子看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真是這次雙鷹 雙鷹 真是搞到中國 頭都行買 為什麼呢 什麼鷹啊 不是三鷹戰旅報 是雙鷹 馬鷹九和蔡英文 一個在內地 說一些驚人言論 另一個就 所謂的國事訪問 出去了周遊列國 更加 現在就宣佈 接下來星期三 會面 美國 眾議院議長 這件事 真是 這件事都風起雲湧 非常之投行 我們首先看看 馬鷹九 那個 所謂的一宗言論 我都看完之後 馬鷹九 當然 他在 大學發表演往 就住這個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的發表言論 台灣陸委會就高度遺憾 表示 真的 非常之 我都 覺得是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時候這樣說呢 當然大家明白背後的動機 為了 選舉 增了一些子彈 你看到 雙鷹現在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高調 所謂做一些小動索 其實也有些政治取態 就是為了台灣的選舉 那就是這些選票回來 那當然 你發表一些驚人言論 蔡英文方面 好像他弱勢 一定就要弄一些生病出來 弄一些 焦點 希望可以 閃光燈 記者報道 如果不是 風頭 就被馬鷹九搶了 馬鷹九的言論就引起中方不滿 這是必然的 當然 有人 覺得 其實他都有包底 說話都說了 有些包底 但是 怎樣包不包都好 大家一定會拿出來炒作 蔡英文方面 之前 都 有點曖昧 你看到中方方面 就不停在那裡喊話 叫蔡英文你別亂來 美國方面你不要瘋了 你不要見他 要不然就 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等等 當時候 你見他過境美國 然後轉過頭 飛了在第二道 是不是 都沒事了 都冷靜了 想著也算了 蔡英文在你 沒有那麼支援 轉過頭 可能見馬鷹九 說話大大聲 現在 蔡英文就說了 將會會伍麥卡錫 引起中方非常之不滿 根據台灣總統府表示 蔡英文將會在美國西岸時間 星期三出席由麥卡錫主辦的雙方會談 總統府公共事務將會協助正在 百利茨 隨行的 訪問中的蔡英文 的 訪問團 就說會幫他協助一下 安排 根據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毛玲 被記者問 北京 針對蔡英文會面 麥卡錫 會不會 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 大家都關注 是不是 又記得佩洛西訪台那一刻 都搞到 真是很緊張 然後會不會派一些船隻 軍艦圍堵呢 毛玲就重申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麥英九那種說法 大家也有九個問號 美方有關的議員 應該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訊號 以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 和平 沒有說會不會出現這些 軍事狀況 但是兩岸的局勢 現在又風雲適變了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事 說到 內地重慶有個男子突然瘋了 抽筋 拿刀狂斬人 在街上 嚇壞民眾 幸好說到有些民眾 聰明了 什麼事 看到他拿刀 我馬上拿一張 拿一張板凳出來 擋住 否則真的搞不定 根據網傳的圖片 由於這位 姓鑑的重慶男 右手拿著菜刀 不斷 衝向人群 左手已經全身血了 有人尖叫 幸好 有很多民眾 拿著張椅子 木椅子 板椅子 就 含著他 制服他 厲害了 幸好 這樣就制服得到 神經病 有些人都說他神經病 不是神經病 也會做得出這些事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神經病的事 就說 內地有個動物園 搞個活動 給你 你敢不敢做 就說 在江蘇 跟老虎一起住 每個小時有10萬元 每個小時有10萬元 有人可能會拼一拼 一個小時他咬你不死 我走出來行不行 不是一隻 是五隻老虎 這件事件在網上引起熱意 有網民說 神經病 不是吧 因為這個動物園招募勇士 就說跟白虎一起住在同一個地方 近距離觀看五隻老虎 度報 每個小時就可以有10萬元人民幣現金 我相信 真的沒有命響 你給我那麼多錢 這些事情 經過網民熱意之後 就馬上撕掉了 袁峰也說不要啦 說笑而已 不玩啦 不要生氣 好啦 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東西 拜拜